在脂肪腔的這個妥善使用下面 對於胸部整體的存活率來說也是相當不錯的 為什麼呢 其實身體的每個部位它的結構都很相似 對於脂肪的存活率它的原理也都很相似 同樣的原理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把脂肪顆粒打得越細碎越好 那當然在胸部我們需要比較大量的脂肪移植 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們取得這麼大量脂肪之後呢 我們有另外一個型號的脂肪腔 也就是10cc的脂肪腔 用來去做這些大容量的輸組 但是它的基礎的原理都沒有變 也就是每次扣板機 它輸出的量就是一定 所以在胸部上面它的脂肪團塊的大小 也是固定的 那我們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是盡量打打的分散 打的這個平均 所以胸部的存活率也會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就是我們脂肪腔用在胸部上面的一些優點 你也能幫我按照 抄的小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